来看看新闻网 发布会上张家辉 彭于燕两位主角一见面就拳头相向 可千万不要误会 意味着正式片影激战的主题混合格斗 但我一定会站起来 片中彭于燕饰演的林思琪 与张家辉饰演的顾气拳王陈辉 因一次偶然的相遇成为师徒 现实中彭于燕也像小粉丝一样 仰慕眼睛张家辉 不过为了追星 他可是吃尽了苦头 从近在支持的爱恋翻滚把阿信 以及今年的分手合约 彭于燕的好身材一直都被观众交口称赞 而身为前辈的张家辉当然也不如落后 还拍前九个月 他就开始健身苦练拳击 终于练得一身让彭于燕都流口水的绝佳身材 不过光有傲人的身材还不够 电影激战中有不少赤手空拳的搏斗戏份 现场拍摄也都要求演员亲身上阵 其仓库程度看比真实的角斗场 而一向拼命的张家辉更是在拍摄过程中 意外打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这个是我用我的一根手指去换一个电影 这个是这样的 我就从影以来就断了那一根手指以后 我就回家一起在想 这个片以后我肯定会自清自己是一个银行铁海 张家辉哥自己都说他从外面拍一个戏 就是听到自己一直会害怕 害怕的 我听到的时候就开始笑话 可能因为你一直也会害怕 辛苦付出自然也会有回望 张家辉和彭于燕两位男主角 就同时获得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铁角最佳男主角的评名 一提到得奖 刚刚还在同一条船上的两个人 估计男性的美后 本来在我们拍摄的播放 或者是完成这个事 当中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有吗 都有 小时候我没有想过 没得过就没想过 没得过就没想过 Eddy也有 在这个片里能够拿奖 我也不敢说 因为肯定是不大 新一位在线上海报导